今天要看這裏繁高的海 兩房三十多萬就可以擁有這房間 而且是直接拿包入住的 直接是拿包入住的 所見即所得 我們就可以直接拿包入住 就不用買其他東西了 全部換了比較新款的燈 然後空調都是有的 還有我們可以看看裏面的保養程度 這些場面全部都很新的 有一個亮點 就是這個房間最大一個陽台 這個陽台比我們待會去看的主陽台更大很多 其實是屬於海灘的位置 是的 就算我們現在在這個十棟 去到沙灘的位置 大約都是走到八分鐘到十分鐘的一個距離 Hello 大家好 我是喜家希能 今天來到惠州市大瓦灣區的小径灣 這個惠沙沖小径灣的商業街 後面就是小径灣的沙灘 大午時間給大家感受一下這個海邊的感覺 然後我現在站在這裏的商業街裏面 今天要和大家介紹一套繁高的海 其實是屬於碧桂形的 但是繁高的海完全是可以享受小径灣的生活配托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到這個環境小径灣 這裏和大家拍下商業和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要看的這套房間是怎樣的 今天要看這裏繁高的海 兩房三十多萬就可以擁有這套房間 而且是直接拿包入住的 然後那裏單位來這個位置 都是十分鐘的時間就可以來到這個沙灘 那再和大家說一下周邊的一個環境 現在我就在這個旅遊對駕區裏面的一個商業 那這裏的話看電影 蜜刀羅KFC 海鮮 還有一些糖水泡 還有這裏的一個茶餐廳 還有這個 什麼叫什麼菜 燒鵝 燒鵝 這些全部都有的 還有碎杏咖啡 懷孕超市 晚上的話都是有這些音樂巴 來這裏玩的 所以這裏度假都非常之舒服的 然後這裏後邊都是有一間書屋的 那這裏的話就非常之正了 就是好像度假感覺的一種感覺 那後邊都是有一個五星級的愛美酒店 還有一個陸道可以沿著陸道 可以欣賞一個海景的 然後我們這個位置一直走轉了 帶大家走一走 繞一繞 來到這裏的話 最重要是放鬆 待會也會跟大家介紹這裏的一個交通情況是怎樣的 所以不要急 慢慢來 那然後這裏左手邊 右手邊是一個喝奶茶的 左手邊也有一個漆仔的 還有我們這裏是有寫著一個 大雅灣下沖文化藝術中心的 裏面也有一些文化可以給大家欣賞一下 那前面也是有一個沙灘的一個娛樂遊戲 就是小朋友玩的娛樂設施 那這一個位置是之前的 是小徑灣的一個沙灘中心來的 那後期這裏都會做回一個會所 我們都可以來這裏玩的 那左手邊都是一個比較靚仔少少的一個海鮮餐廳 我們今天要看小區就是在前面這個位置 是的就非常之近了 那現在才走路走了兩三分鐘而已 那然後前面都是有一條河仔的 那這條河仔我們平時都可以在這裏 釣魚啊 河邊跑泊步啊 踩步單車啊 商人單人單車 買回一個高爾夫球車或者這個電動車的話呢 都可以的 是不是 平時可以走著海邊走一個圈 摺下背殼啊 出海釣下雨啊 有三五個朋友來這裏玩 那這裏又有一個叫做不易事的一個奶茶店 這個都是很多深圳都很多的 相信很多香港的朋友呢都會來這裏 都會去深圳去逛街吃飯的 那然後來這裏的話其實都很方便的 那再看看吧 左手邊那些單車都是可以租的 一個小時幾元的雞啊 一日的話呢租一日的話大概是20元到30元 就可以走一個圈 走一整天的了 所以這裏的消費來說呢 雖然說是旅遊區啦 但是這裏的消費呢都是明碼標價的 不用怕被人困啊 還有這裏都是屬於一個 大瓦灣下沖的一個 百年古鎮啊 這裏的管理都還說OK 大家都可以看看 這些的電單車啊 都是擺得非常之整齊的 好了來到這個位置呢 大家最關心的話 啊Helen你介紹了這麼久 我都不知道那個交通怎麼回答的 這個位置呢 就是有得坐車的 那裏裡面呢是一個二維碼 一個二維碼呢 我都會放在屏幕上邊 每天早上呢 這裏有四班 就是每天呢 這裏有三至四班車 就可以去到年台口岸 羅湾口岸 還有萬丈城啊 福田那邊的 就是站在這個位置 等就OK的了 那如果你不想坐這個班的話呢 我們都可以走回馬路前邊 那條路呢 就叫做石化大道啦 就是十里銀灘的 很多朋友都知道的了 都是坐那班車的 坐那個叫做京橋巴士的 京橋巴士呢 每天早上呢 六點鐘到晚上呢 八點鐘都有車回到深圳那邊的 去連堂啊 羅湖福田口岸 都是一個小時 然後呢 班次都是非常之多的 班次半個小時 二十幾分鐘啊 或者一個小時的話 都是有車坐 所以呢 我們就不用擔心 這個交通不方便了 還有呢 我們這裏門口呢 都是有公交車的 這些綠色的公交車呢 我們平時都可以去到 霞聪啊 十里銀灘啊 甚至轉乘公交車呢 去到地鐵啊 去到惠陽大鴨灣那邊都OK的 那這一排的話呢 全部都是有這些食屎的 便利店啊 還有這些生活超市啊 還有這些海鮮啊 還有這些全部都有擺檔的 那這裏的話呢 是屬於十幾銀灘 四旗帆高的海 那現在是下午一點幾的時間呢 所以中午是沒有人擺檔的 晚上的話 這裏就非常熱鬧的了 那我們事不宜遲 今天去看看我們今天要看那個單位先 發覺這世界 永遠太少空間 因此花一天 自配一切時間 發覺這世界 永遠太浪費心機 因此花一天 思索一切道理 消失太快 捉得到太少 因此花一天 感覺一切是愛 望望人海 或有幾多漂泊與掩蓋 人人尋找愛 或有幾多爭鬥與比賽 越覺得勝低幾多 未變得愛 慢慢對合作紳士 靜靜地同床五歲 再發現歲月換來 幾次隱瞞幾多塵埃 有各樣劫災 和充滿意外 因此我要努力 繼續能戀愛 慢慢地邁向明朝 靜靜地懷念昨日 再決定今天只要相信我 宇宙文散開 換青春歸來 因此我喜歡花一天 感覺一切是愛 我喜歡花一天 天文明还 wearing a beautiful golden brown 建設 讓いき感謝 好了 我們來到這裏單位的陽台 我正在這裡 總共九十一個職的兩房 先给大家看看这里的景 虽然我们现在在中下的楼层 但是我们的视野是完全不受遮挡的 我们从门口跟大家讲一下这套房是怎样的 这里是总共10火 三部电梯总共10火 总共有33层楼 所以这里来说的舒适度都是比较舒服一点 然后这个门也是交流标准来的 还有这里的楼令是19年交流的 所以这里的楼令都非常新的 这里之前的交流标准是有一个智能密码锁 还有一个锁匙都是有的 不过现在是没了电 只可以用锁匙 后期我们可以充电都可以的 或者换回一个新的智能密码锁 然后进来这里是做了一个拔沙门 后期我们可以打开那个门 然后这里关掉我们的一个通风 和彩光的话会漂亮很多 进来看看我们这个91平方 怎样做到一个两房的 进门口右手边是我们的一个厨房 这个厨房是没有做到一个窗口的 没有做到一个名窗 所以这个厨房会窄一点点 还有这里的厨房的话就要开灯了 这里就不可以说是通电器的 只可以用这个电池楼 上下季这些全部都是之前发展商的交流标准 还有之前可以看到的业主是有煮饭的痕迹 油烟机有少少垃圾 那整个厨房它是采用了一次排开 那这个厨房大约有三个平方 那这个冰箱只可以放在餐桌这个位置 那进来门口呢 这里它是放在一个简单的鞋柜 那后期我们可以做一个定制的鞋柜 又或者买一个比较漂亮的鞋柜 也是OK的 那走进来这边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餐客厅 那然后这一排位置 我们都可以同样做一个酒柜 也是OK的 那这边的位置它是摆住做一个路人餐桌 那这个餐桌 跟大家说一声 直接是拿包入住的 所见即所得 我们就可以直接拿包入住 就不用买其他东西的了 冰箱和桌面全部都是有小的 那然后我们再看一看 这个客厅的开间 是有三米六的开间的 然后这些灯我们都可以看看 全部是换了比较新款的 新款这些的一个灯 然后空调都是有小的 还有我们可以看看这里里面的一个 保养程度 这些场面全部都很新的 是没有这些刮花的痕迹 还有列腸 这些法门这些痕迹全部都是很新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看这些的一个梳化 这个梳化都是皮 这个是浅颜色的 保养的都OK 不会很够这些 对称这些茶几 电视柜都是整套的 还有这个电视都是55吋的 而且这里是属于碧桂园 帆高的海第四期 其实它第四期里面是比较的 装修是完全不一样的 还有这个地板都是做了有少少款式 那我们进来看看 我们先看看我们的第一个房间 不是 先看看我们的洗手间 里面的话 洗手间是可以做到一个干湿分离 其实这里的话就是不带一个名窗 这个洗手间大约是有两个平方的 还有这些花灑和拓门全部都是没问题的 然后这些躲廁洗手台的名柜 这些都是有 还有上面的电热水楼 只可以用电的 这里的一个洗手间的空间 其实也是算非常舒服的 再来看看我们的第一间房 第一间房 其实这个房间就不是说 这个位置就可以放一个书桌或者衣柜 或者是做一些宅物的空间都是OK的 因为这个房间它虽然是带着一个名窗 但是它出去的话是我们的一个走廊的过渡 就是彩光和通风效果的话 其实就是比较一样的 剩在这个价钱来说真的很便宜 然后这个房间我们可以 所以这个房间它是目前人摆住做一个一米三的这个床 后期我们也可以照这样的一个设计 或者我们的床 改一个这样摆都可以 打横摆又可以 打树摆又可以 做一个榻榻米的设计都OK的 然后这个房间都是带着一个空调 以及这些灯菜还是全都都更换 在 ago 这个房间上你看见 这里来看单纯裏 Gam webinar 大纯裏的高 Rudyard 纯裏었는데 而这个房戴中国 就是在大家看 主人的房间变化我的和平等 환 stakeholder 这个衣柜是订制的,做到顶的这个衣柜 然后这张床就摆住了一米八个床 这里摆住了一个床头柜,还有这些冷气都是有的 整间房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这个房间最大一个阳台 这个阳台比我们稍后去看的主阳台还要大很多 这个阳台是属于一个半弯形的三角形的阳台 让这个阳台走出来的话,我们在这个位置都可以种花花草草 其实我觉得这里完全可以帮助它 帮助它,我们前面可以种花花草草,会漂亮很多 如果这样看的话,就算放花花草草,也不是很方便 整个阳台的空间这样的一个形状大概有四五个平方 主阳房的视野都是非常靓仔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的十栋,十栋的楼下是有一个儿童乐园的 整个小区的绿化绿全部都做得非常正的 对面那一栋是属于九栋,九栋有十二十栋 住起来的舒适就没有这一栋那么舒服了 因为这里的话一层的话是有十栋 三个电梯就舒服很多 然后这一排过去的话,看到这些别墅啊,这些小高层啊,和这些高层 全部都是属于我们整个小区的 那么这个小区的话都是有东门,南门,北门,西门 四个门口就比较方便一点 那么北门的话呢,就是去到这个石化大道的 我们这个门走出去的话呢,我们坐车的也可以坐这个 京桥巴士回到深圳那边,那么这个位置是西面的 西面呢,我们是有一个门口呢,是可以走到这个 这个华远小径湾的这个沙滩来的,那么远处的话呢 那一排那些不同颜色的那些楼呢,都是属于华远小径湾的 还有前边这个都是属于华远小径湾的这个别墅来说的 然后最左手边呢,有一条小匙这个位置呢,其实是属于海滩的这个位置 是的,就算我们现在坐这个十栋去到沙滩的那个位置呢 大约都是走到百分钟到十分钟的一个距离呢 那然后很多人说这个位置是比较偏少少的,其实不会的 这里的海边都是非常之近的,然后可以看到 我们是和这个别墅的这个邻居同一个花园里面的 所以呢,我们整个屋园的一个园林乐化都做得非常之正的 游泳池啊,篮球场啊,还有健康跑道啊,还有这个楼间距呢 都是做得比较美一点的,那我们再走出来看一看 这里的话是我们的一个主阳台的一个户型 那这个主阳台呢,跟刚才我们主阳房的那个阳台的格局呢 是一模一样的,属于一个半弯形的一个三角形的这个阳台 那这里就较少少了,这里它是设计做一个洗衣机的这个设计的 那然后这边的话都是它自己业主自己去订造的 洗衣机啊,还有这里的位置啊,洗手啊,还有上面呢可以浪衫 那后期我们都是在这个位置浪衫都ok的 那然后这里的一个空间呢,我们就可以说是 弄回我们自己的摆桌啊,在这里看下风景都非常之正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了,这个阳台呢,它是将这个玻璃是拆了它的 那其实呢,我们都可以将这个栏杆拆了它又可以 又或者呢,将这个这个玻璃拆了它都ok的 因为考虑到一个安全问题嘛 那后期我们这里种的花都很漂亮啊 那如果养的鱼,养的养的乌龟的话,是不是又可以呢? 嗯,可以看出去的视野啦,和主人房一模一样啦 那这里的朝向呢,跟大家讲一下 那这里的朝向呢,是属于西南朝向来的 等一等下 这里呢,是属于一个西南的一个朝向来的 那西南朝向呢,下午呢,可能会有 下午呢,会有一些太阳照射进来啦 剩下这个位置呢,就比较美一点啦 然后呢,我们门口呢,交通有方便喔 ok,那这套房的一个内容呢,我们已经看完了 跟大家讲一下,这里的一个 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那,这套房呢,就是属于西南方向了 91个平方,可以做得两房的 那其实这个呢,是属于大两房啦 然后呢,价钱呢,是三十七万的 那,税费的话呢,是七千亿 啊,交易费的话呢,是一万一的 那,加加买买的话,三十九万呢,就可以拥有这套房的啦 还有,这套房的话呢,是满了两年的 没有什么费用啦,还有都是雄本在手的 所以,交易这套房就非常之方便啦 那,一个星期之内的话,如果快的话 都可以拿这个雄本,都可以拿回房产证在手的 那ok,这套房呢,我们就介绍完了 那,总结,跟大家总结一下 这套房的一个优点和缺点先啦 那,缺点呢,就是厨房啦 还有,这一个的,呃,射手间呢 它是没有带一个通风的一个窗口的 第二个呢,就是,这里来说呢 就不是说属于十里银滩那边啦 那边啦,一期那边啦 但是,这里去一期的话,大约就 坐车的话,就五分钟左右 就不是享受,碧桧仁十里银滩那边的一个生活配套的 那,然后这边呢,主要是享受的是 华远小径湾的这个生活配套的 那,说回这个优点是什么呢 价钱很便宜 37万就可以拥有 这个两房的一个价钱 其实,在对比其他地方来说 你像这些两房来说 随随便便都要四十几或者五十几万的 而且呢,这个楼岭呢,是19年的 算是非常之新的 然后这个位置来说呢,其实是更近于去深圳的 那,就算你坐这个京桥巴士都好 第一个站呢,首先呢,就是回来我们的这个 这个帆高的海第一个站的啦 门口啦,有公交车啦 都可以去到一期,二期,三期,五期的一个位置的 然后呢,那个京桥巴士的话呢 早上呢,六点到晚上的话,七点都有车去深圳那边 然后深圳过来的话呢,是早上八点到晚上九点都有车 回来我们的家里的 除了这个京桥巴士之外呢 华远小径湾呢,他们自己的话呢 都是有一个楼巴的 就是在我们小区的一个西门转左边出去的话 都可以走路几分钟 可以坐这个 华远小径湾的这个楼巴去到深圳那边的 不单只说可以去到深圳的年头口岸啦 楼湖口岸啦,以及福田口岸 都说可以去到 星河、龙江的一个区域 所以来说,这个位置的交通呢 其实都跟十里银他来说 一样都是这么方便的 说回一个商业配套的情况 很多人就会想,这个地方的话 买菜方不方便呢? 还有街市那边方不方便? 这里呢,去一旗这个 银库市场都很近的 门口呢,都有公交车可以坐 五到十分钟的一个距离 然后呢,我们家里的楼下都可以收快递 还有呢,我们去到华圆小径湾前边呢 都是有这些 华圆超市啊,和生活超市 这些都可以去得到的 然后说,我买一个海景房 我看不到海哦 你知道前边的这个 前边的这一排的话呢 单间那些一线看海的话 都要整五十万左右的 就是华圆小径湾这边 我们这个位置呢,看花园 然后有近海的 这个价钱只是三十多万 不到四十万 其实这个价钱来说 真的比较划算的 OK,那最后跟大家说一下 这里呢,去银库口岸 去深圳的话 这个时间呢,全程是高速的 时间大约是一个小时 就可以去到深圳关口了 好了,今天跟大家啰嗦了这么久 那上面呢,有一个watcher 和二维码,可以直接加我Helen的 又或者呢,下面呢 是有一条链接的 可以直接通过这个链接 去到我们的一个watcher里面 直接跟我谈的 那如果你想了解这套房的更多讯息 或者想了解其他房源的话 不妨私信我都OK的 还有呢,我们每天呢 会在深圳的各大口岸 羅湖福田连堂口岸 可以专车接送你们 过来看楼的 包车接送 和包一个餐的 那这次的节目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为止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快两岁了 也会对答了 十元要上学堂 下次与你接送 假照我有了 至今仍无碰撞 这边通通都好 哪怕有时 会悄悄失落 好久不见你了 我已会想 这女友你在旁 聖诞过了 家房够了 你我各自忙 学懂怎么思想 点一杯鸳鸯 想从前快乐 最近闭上眼睛 有某个片刻 我怕回忆稀薄 前天几则新闻 听见就未 你那里沉阳 遥遥无期 何时再见 那里每一个 都好 靠于成 遥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